北韓與馬來西亞斷交之後 北韓駐當地的外交人員 據報明天回國 位於吉隆坡的北韓大使館 早上有汽車出入 消息指使館人員連同家屬 大約有20人 估計會在接受新型肺炎檢測之後 明天啟程 經北京返平洋 北韓不滿馬來西亞 將一個被指走私的北韓人 引渡到美國 昨天宣布與馬來西亞斷交 大馬當局表示遺憾 隨即要求當地北韓外交人員 在48小時內離境